哈喽 大家好 我的姚金明 我们的见面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2022老虎年 贵人一共有四个 十二生肖本身都是有四个生肖 就是哪四个生肖 帮助到你更多的贵人 赚的钱更多 第一 他本身也是贵人 第一 就是龙 如果在今年投资做买卖发展的话 超能力比较强 所以如果你们要跟属龙的人配合的话 一切安好 没事 还有关键的时候 属龙的人自然会帮助你 或者属龙的朋友们也是很多贵人的 第二 就是属记 属记就是在人际的关系方面非常的强 非常的多 所以属记的朋友也是你十二生肖里面 其中一个贵人 因为他在私教的能力里面非常的强 所以你们要记得第三个就是属羊的 属羊如果帮你的感情遇到困难的时候 属羊的人可以帮助你 帮助你 还有他也是助力很大 他的朋友太多了 人际的关系太过强了 也包括你们要赚的钱财 有各方面的发展 也是对你有利的 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 哇 讲起来就厉害了 哪个就是狗啊 神兽狗的人 他本身也是贵人 在新的老虎园里面 这四位神教也是有很多贵人的 所以属狗的朋友 如果在生财的方面 发财的方面 他可以提拔你一下 那么你的财源就管进来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龙 什么呢 龙 鸡 羊 狗 就是你的贵人 他本身都是贵人 所以你们要记得 在新的年里面 就是你们要的贵人 就是他们 好了 不说了 谢谢 拜拜